第175集 横扫 北风站的场中 背脊挺拔 如折仙降临 浑身散发出了 淡淡的如同婴儿身体上的清香 众多宗师惊愈不定 看着这堪称奇迹的一幕 没有人愿意当出头鸟 一个宗师娜娜自语 这是突破先天之境了吗 能够让一个人变化如此之大 堪称神迹 除了突破进入先天脱胎换骨之外 自己想不到其他的原因 一名见识渊博的顶尖宗师 否定了这个说法 不可能 这不是突破先天的样子 先天上人 是运用自身的力量 撬动天地之力 突破先天时 元气如潮 不是现在这个情形 但是他也在心里 加上了一句 哪怕不是先天 也差之不远了 但是这句话 确实让众多宗师的心思 活络起来 只要不是先天上人 自己这么多宗师 齐聚一堂 又有何聚呢 西北王家 是谁救的我 北风的双眼 似是闪电在跳跃 扫尸了一圈之后 定格在西北王家 一群人所在之地 好强啊 前堂接触到北风的眼神 瞬间太阳穴跳个不停 似是被远古巨兽盯上一半 却是北风 刚刚突破完成 还没有收敛自身的精气神 无形之中 影响到了前堂 道友 前段时间 你昏迷在河床上 气若油丝 乃是我家二小姐所救 前堂硬着头皮上前 提不起丝毫的敌 只有正面面对这个人时 才能够感觉到对方的可怕 看着前堂 指着王于眼 北风对其微微汗手 北风欠你一个人情 有事可到 倾城兰陵山来找我 北风郑重地说道 救命之恩大过天 王于眼一愣 然后脸上露出了 小狐狸一般的笑意 说道 一个人情怎么够 最少要三个 妹妹 王于蝶的心中意境 金王提醒说道 事已不可胡闹 北风深深地 看了王于眼一眼 随后点了点头 好 五六位宗师上前 其中一个老人 对着北风说道 道友 你们的事情结束了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 知王的事情吧 道友难不成 想要独吞吗 其余的宗师 没有说话 但也没有离去 纷纷站在边上 想看看北风如何的应对 一旦北风示弱 这群宗师 绝对会化作恶狼 扑上去咬上一口肉 嗯 你有意见 北风转身看着几个人 脸上看不出喜悲 平静无比 仿佛前方的几个人 不是令黑暗世界 闻风丧胆的顶尖宗师 而是几个 无关重要的路人 道友 未免太自信了吧 我等齐聚一堂 哪怕是先天上人 也得退兵 胡林斌 神色不善地盯着北风 狂妄之北 往往下场 可是不怎么好 说了这么多 不就是想要知王吗 有本事你就过来拿吧 北风不信 在未突破前 自己就属于顶尖宗师一列 只是不能够发挥自己全部的实力 真正战斗起来 只能媲美高等宗师 但现在 北风虽然没有实验过 但是却可以肯定 哪怕是顶尖宗师 也绝对不可能是自己的对手 不需要什么武技 只需要凭借强横的肉身 与速度 就可以横扫顶尖宗师了 几个人对视了一眼 虽然有些看不透眼前之人 但现在 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上了 关乎一窥先天之命 不试一下 众人感觉到不甘心 这是 西河古冠的赤木道长 一手燃木掌法 出神入化 没想到他也过来了 场中 布置有众多的宗师 还有诸多年轻一辈 此时啊 一个个看向场中 一个道人的手掌 惊呼出声 另一人 指着场中提着一把大刀的宗师说 这位宗师 曾经威名赫赫 在蒙古大草原上 击杀了外景全副武装的黑帮 三百八十一人 自身毫发无损 创下了一刀斩的称号 还真是子大 这六个人都是威震一方的顶尖宗师 哪一个不是在顶尖宗师之中停留许久 只要没有突破到先天上人之境 没有几个人会是这六个人的对手 一位宗师冷笑着开口说道 却是已经想到了这狂妄之人的下场 场中六个人各显神通 向着北风逼去 当前一位宗师快步上前 一脚向着北风踢来 脚尖似一把长枪一般 北风全属性达到二星级之后 意念一动 精神笼罩方圆十米 一举一动 在自己的眼中都是慢镜头一般 轻轻地侧过身子 避开了这一脚 光是挨打 可不是北风的风格 左手突然间探出 抓住了那宗师的右脚 不好 那宗师的心里一跳 只感觉这一爪力大无穷 不管自己怎么挣扎 都无法挣脱 咔嚓 北风瞬间用力 一道道鼓猎声响起 随后向着远方 像是扔垃圾一般的 随手一扔 砰 雷蓬的身子 瞬间就如同炮弹一般 狠狠砸在一棵大树上 噗 太强了 怎么可能 难不成真的已经突破到 先天之境了 雷蓬重重地砸在树上 落在地上 一大口鲜血喷出来 不可置信地说道 与此同时 其余几个人的攻击啊 也到了北风的面前 北风收敛了一些力道 与众人硬碰硬地对攻 五个人中 除了用刀的动势 北风会躲避一下 其余的则是针尖对脉盲 随着力量的掌控 北风一点点地放开了压制 出手的力量越来越强 速度越来越快 五个人叫苦不迭啊 眼前这个人 如同不知疲倦的机器人一般 刚开始还好 自己等人还能够与其硬碰硬 但是到了现在只能躲闪 对方的每一集 都震得自己的手脚发麻 这就是你们一仗的本钱吗 太弱了 北风轻声说道 随后不想再继续 这种无聊的游戏 一眨眼之内 瞬间出手五次 砰砰 咣当 场中的一个年轻一辈 只感觉到眼前一花 根本没有看见北风出手 但是五位实力强大的顶尖宗士 却是犹如天女散花一般 瞬间朝着各个方向飞射而去 重重地砸在地上 噗 五个人落地 全部地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被北风的力量震上了内府 面露骇然地看向了北风 几个人如何还不知道 踢到了铁板上 当下毫不犹豫地 挣扎起了身子 向北风攻身一力 补着仙天上人当面 冲撞了上人 请上人恕罪 几个人的心中坠坠不安 能够这么地不费吹灰之力 击败六个人联手之人 不是仙天上人 也胜死仙天上人了 活得越久 反而是越怕死 当下身子弯得更低了 这画风有些诡异 一群五六十岁的老人 嘴角含着血字 向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行礼 但是场中 却没有一个人觉得不合理